大家好,我是老杨 老杨说凡人凡事 一个星期又过去了 这个星期有点忙 然后我的耳机也到了 今天就试一下 再也不用那么吼了 那样吼的话显得很亢奋 不是很好的体验 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个什么话题呢 就讲讲越南吧 那个我对越南算比较熟悉 因为我去过不少趟 然后呢也认识几个越南的朋友 还有朋友呢 经常在这个边境上跟越南人打交道 他们是做边境贸易的 所以我还算是比较熟悉吧 不是特别熟悉啊 比较熟悉啊 最近呢越南的这个土地长得很猛啊 翻了几倍啊 尤其是西贡 西贡就是胡志明市啊 是现在叫胡志明市啊 但是大家都是叫他西贡啊 越南共产党就是劳动党 打败美国人之后啊 统一了越南 把西贡改成胡志明市 越南是南方跟北方还是有一点差异啊 北方山区比较多 是云贵高原啊 往东南亚的延伸 这个经济啊 不是那么好 也有很多少数民族啊 苗族人也不少 然后南方呢 经济要活跃一些啊 南方经济 因为南方啊 到1977几年之后才被统一嘛 所以那边本身的人的思想都 跟北方越南的北方人啊 有差距啊 越南的中层干部呢 很多都到中国留学啊 学中共改革开放 这次呢 正好啊 利用中共跟美国欧美搞僵了啊 走下坡路啊 这个利用中共跟美国对抗啊 承接这个来自中国的加工业啊 不仅是那些这个出名的那些大企业 像台湾的富士康 都搬过去嘛 搬过去一部分啊 这个 越南呢 就正好利用这次机会啊 很多大陆的工厂 因为那些大厂啊 都搬到这个越南去 所以他们也被迫跟过去啊 尤其是苹果的那些工业商啊 很多都在越南设了厂啊 在北宁 三三星 当年啊 因为电磁门事件啊 就放弃了在中国生产 三星不仅放弃了中国的生产 连中国市场都不要了啊 为什么啊 他们会不要呢 主要是因为政治原因啊 全世界手机出货量 三星依然是南波旺啊 如果爆发台海战争 美日韩肯定会介入啊 三星如果 那个时候还在中国 肯定会南逃一劫啊 肯定会南逃一劫啊 不如从长计议啊 快到转难吧 前面跟中国脱钩啊 现在他也活得挺好 是吧 苹果的OLED屏啊 都是三星的 而且芯片工艺啊 三星也跟台湾 在比上下啊 我要是三星 我肯定也是要离开中国啊 越早越好 三星呢 比李嘉诚的走得早啊 还越早 不仅早还快啊 好我们回到越南 越南政治上啊 这个政治层面啊 是一个很腐败的地方啊 一党专政 腐败是必然啊 很多人说啊 这个越南会向这个 民主法治转型啊 民主法治转型 我看他们 对这个劳动党还是 不是很了解啊 政治说到底 归根结底啊 是利益啊 只要劳动党在越南 越南就不可能 向民主法治转型啊 越南跟中国 中国一样啊 越共跟中共是一样的啊 都是拿了人头去啊 去继续爬上去的啊 所以 越南人民要自由 跟中国人民一样的 都是要拿人头去换自由的 越南政府 搞民粹主义 爱国主义洗脑啊 比中共还厉害 越南可以自由上网啊 可以用这个推特啊 油管啊 Facebook都没有问题 但是他们现在手机 他们也手机卡 他们也学中共 全部要实名字啊 他们可以上网 自由的上网 但是越南人 被他们搞得依然很爱国啊 非常爱国 你们去看他们的足球赛 你就知道啊 那越妹啊 都把自己脸上 都贴了国旗啊 亢奋得很 很亢奋啊 越南的流亡政府啊 在洛杉矶还有点 也挺活跃啊 还穿着 他们聚会啊 还穿个军杖啊 比中国民怨要正式多了 说越南 会向民主转型啊 这是一厢情愿的啊 越南在政治上 跟中国走得很近啊 成此相依 成亡此寒的关系 这一点呢 越南共产党 也是很明白的 啊 中共要越南政府抓人 越南人很快就抓 很积极啊 但是呢 越南人呢 就不允许中共自己进去抓 除非他到那个边境上啊 可能 中共偷偷摸摸去去绑一下 可能可以 但是你要深入越南腹地去抓人 肯定是 不被允许的啊 这一点呢 就比老泰 减免要强很多啊 嗯 中共 在老挝 那就是跟到自己的一个省一样的啊 在缅甸 在泰国 柬埔寨 都差不多啊 泰国好一点点 但是他们也进去 进去 通知泰国人抓人 我们回到正题啊 中国人现在去越南有什么机会啊 大家可以想想啊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什么机会 那现在越南就有什么机会啊 越南的工人数字现在需要提高吧 那培训行业肯定就有机会啊 目前呢 越南还是一个摩托车国家 绝大部分的人是没有没有汽车的啊 所以汽车普及率不高 汽车的相关行业啊 比如说设置店啊 配件相关的 都是有机会的啊 越南建筑业也会有大的发展啊 因为它这个城市 建设还配套这些都还不行啊 那工程机械 肯定有机会吧 像挖机啊 推土机啊 傍车啊这些 都应该会有机会啊 包括这些配件啊 然后越南呢 那城市化率还还不是很高 这个 他们学中共 他肯定会学全套的啊 这个 肯定也会成这个城镇化 那个建材就会有很大的发展啊 这也是一块啊 物流业 这个越南跟欧盟啊 他们签了协议啊 这个他们的关税是好像只要1% 应该 疫情前就好像已经敲定了啊 不知道疫情这段时间实施了没有 这个 承接越南到欧盟到北美啊 规避贸易壁垒啊 越南很多好的港口啊 这个 啊 越南从北到南都有好港口啊 盲街啊 海防 这个 往下 县港那边啊 再再到啊 西贡都有好的港口啊 越南这个物流平台啊 肯定会越来越重要啊 很多中国做外贸的公司会被迫潜到越南去啊 越南 就算中 中国 中共没有跟欧美对抗啊 越南也曾经一度 啊 取代香港啊 作为国外对中国走私最大的中转国啊 当然了 这背后的老板们呢 基本上都是广东香港人啊 老板还是他们 只是把越南作为一个中转平台 吃的苦的朋友们啊 可以去越南试试啊 可以去越南 北宁呢 你看越南招商引资在哪里 你们就去哪里啊 可以试一下啊 我有认识几个越南朋友啊 中文还不错 他们很多人还算热情啊 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也比较野蛮啊 大家要是 在国内的朋友 如果不想 离中国太远啊 但是在中国现在这个情况 这个环境下又待不住 走又不能走得太远 可以去越南试一试啊 如果是逃难 大家是想逃难逃出中国 你要是走云南呢 你就不如走越南 中共在广西啊 没有在云南那么高压 越南沿海一线呢 都地是比较平坦啊 一个晚上 你就可以从芒街 到河境省啊 到河境省的话呢 你就可以 去 往 往西走 直接 越过 越南的边境 就到了老挝啊 到老挝十二号公路 就去了老挝的Touch Touch过去 过了湄公河啊 就到了泰国 或者你直接坐到哪里了 东河 坐到县港 县港再往回坐一点啊 到东河市 那边也有一条路啊 十号公路啊 可以到老挝的这个 山湾垃圾啊 我这些都 这些地方我都去过 这两条线是 从东南亚走药材 走这个 水果 到中国来 最重要的两条物流线啊 他们 泰国的水果 走云南是不好走的啊 那个路就是云贵高原嘛 他那个路很难走啊 而且通关很慢 云南因为为什么呢 反毒啊 这个 反毒品啊 那个通关效率很慢啊 他这个要禁毒嘛 你不禁毒的话 而且 而且毒贩如果 把那些毒啊 藏在西瓜里面啊 什么榴莲里面 都有可能啊 所以 从那边通关很慢 他们呢 东盟啊 基本上这种农产品的税 是很低的 好像只有1% 农产品可能还没有税啊 其他的就是说 商品只有1% 那他们 这边走越南 第四油平坦 直接 泰国就从老挝 过境到越南 在越南 北上 北上就到平翔了 平翔是 中国 进口海外 国外 进口水果 最大的地方 尤其是热带水果 基本上泰国的水果 东南亚的水果 都是从平翔进的啊 这个 又扯到 扯远了一点啊 就是如果大家要逃难 你走云南 你就不如走越南啊 相对来讲 路也好走啊 如果 如果你走 缅甸那边的话啊 地方军阀太多 而且 相对很危险啊 越南自然还可以啊 劳动党统治的地方嘛 只有他自己能傻流氓啊 其他的傻流氓 都打野的比较厉害啊 所以 如果要逃难的朋友 我建议走越南 好了 这一期节目啊 就聊到这里 大家如果有什么 疑问 关于越南的 老杨要是知道 都会尽力帮大家解答 请大家点赞 订阅留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